大家好,我是易公子 今天是12月13号 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件特殊的艺术品 它被称为永远没有办法完成的作品 它的名字叫做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 而更多的人会称它为枯墙 枯墙树立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南侧 1995年由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齐康教授设计 墙上现在镌刻着10615个遇难同胞的名字 但我们知道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有据可查的就有30万人 为什么这面枯墙上的名字却只有三十分之一 又为什么说这是一件永远没有办法完成的作品呢 因为许许多多遇难者的身份姓名我们已经无从考究 更多的只能通过走访幸存者来寻找遇难者的幸运 南京炮兵学院有一位老师名叫费仲兴 她在退休后一直在从事着南京大屠杀遇难名单的走访工作 有一次她到一户人家去调查 当一个老太太一听有人冲着当年的事情来做调查的时候 开始不住的颤抖哭泣 情绪也开始不受控制 我们难以想象是什么样的经历 让老人在几十年过去的时光后 光是听到跟南京大屠杀相关的事情就颤抖不已 其实许多事情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现在只能通过一些灵性的笔记和少数幸存者的口述 来追溯当年惨痛的时光 据当时日本战地记者金井正武的记载 鲜血剑的到处都是 阴寒的气氛令人头发也竖了起来 嘴唇下的直发抖 1937年12月7号 两名日本军官进行了以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为胜的百人展竞赛 1937年12月13号 日军营长收到命令 将俘虏分成50人一组 进行分别射杀 1938年1月25号 一位同胞被日军强行拉去干了一天活 当他回家给媳妇做饭的时候 两个日本兵闯了进来 企图强暴他的媳妇 然后在一阵狂笑和哀嚎的恳求之中 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候的南京城内比比皆是 更加惨绝人寰的事情数也数不清 从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6周的时间里 被屠杀的同胞达到30万人 平均12秒就有一个同胞生命凋零 今天如果你走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你会看到一个滴水的装置 它每隔12秒就有一滴水滴落下 而当水滴落下的时候 就意味着有一位同胞 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面哭腔 这个压在南京郊区万人坑上面的 永远也完成不了的沉重名单 我们为什么要将每年的12月13号 设立为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 要把这段历史写进教科书呢 因为我们害怕遗忘 我们不能遗忘 我们有幸生在和平年代 越来越多人享受着物质丰富的生活 大家都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 生活天然就该是这个样子 但当我们苦恼晚餐吃什么 计划着周末去哪儿浪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忘记 数十年前无数同胞先烈 也为了我们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生活 献出了生命 南京大屠杀是千千万同胞流血牺牲的缩影 我们今天悼念这三十万同胞 不是为了刷新仇恨 而是只有我们深知生活的来之不易 才会好好珍惜 节目的最后 我想为你念一部分刻在枯墙上的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 梅长春 湖三根 下鹿市 刘寿银 李贵英 马洪贵 毛小鸭 梅臣氏 马天亮 赵英舅舅 赵四海母亲 正邦宁 正邦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正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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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邦宁